新上任的日本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 党内干部新人士预计将在10月1号定案上路 外界高度关注 去日媒透露在选战中先是表态支持岸田 担任选举对策本部顾问的税制调查会长甘利明 将获重任接手干市长 甘利明麻生太郎与前首相安倍三人 皆为党内具有影响力的资深大佬 因姓氏第一个拼音相同被并称为3A 产经新闻分析岸田有意让甘利从中担任沟通桥梁 加上受到党内少壮派议员信赖 让甘利出任干市长有助党务上轨道 迎战接下来的众议院和明年的参议院大选 此外领导自民党半导体战略小组的甘利明 今年6月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日本无法自行建立顶尖的晶片研发和制造基地 必须与台积电合作 就安全角度绝对不可能引入中国企业 也很难与中共关系复杂的南韩合作 有台立场备受关注 而一同竞争自民党总裁选的三位候选人 也有望出任要职 尤其是在第二轮投票中助攻岸田获选的高市早苗 在首相内阁重组中 官方长官则传出 将由安倍所属西田派的文部科学大臣 迪生田光一接任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 唐杰安整理报道